2020年11月18日,阿斯塔给人类的信息传导Linrando 亲爱的,你们好,这是我们的阿斯塔又一次通过这位管道来到这里,黑暗存有阻止了上一次的传导,因此,我们尝试再次传递相同的消息。 我阿斯塔向整个人类集体传达了一则信息,这则信息不仅来自于我,这则信息来自于银河联邦,光之高级理事会,这则信息也来自于整个天使高级王国。 我与天使高级王国密切合作,也与光之银河联邦合作,我保卫行星,不同的太阳系和不同的星系。 我指挥着数百万存有,当需要从行星上移除黑暗,需要产生不同的震动或更高水平的光时,我会保卫着不同的行星。 当需要扬升时,我会保卫着行星,我帮助存在太多黑暗的行星。 我抓走负面外星人,我抓走黑暗存有,我让这个星球成为像我正在做的那样子,我让地球母亲能够恢复平衡,我让她能够真正沐浴在光之下,这样你们所有人和她都可以扬升了。 我在许多不同的星系中做许多不同的事情,我指挥着数百万存有,在这个星系,其他星系,这个宇宙以及更远的地方,我都有数百万艘飞船。 我现在与银河联邦以及所有光之高级理事会,天秦做人,仙女做人,卯素星人,先后做人,大脚星人和所有光之理事会一起保卫住你们的星球。 我们大家都在为了你们的扬升而共同努力,我们要让你们和平的扬升,并真切地看到现在所有这些黑暗存有都已经从你们的星球和层面上清除了。 你们对你们星球上存在的黑暗统治水平没有概念,你们还没有看到它,是因为当你们进入这一生世时忘记了,你们不知道该如何回到自己过去的生世中,去看看这个星球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 我们会告诉你们地下世界的黑暗和低频领域的黑暗,负面外星人在这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我们现在主要处理的是阿努纳奇、伯格人、爬行族和天龙人。 因为他们在你们的星球上具有力量感,他们似乎觉得这是他们的星球,也似乎觉得他们有权控制所有人,他们似乎觉得他们已经在这里控制了很长时间了,所以他们不需要遵守不仅是为你们所有人。 你们的金场、物理身体和灵魂层面所制定的宇宙法则,而且还是未来到地球上的外星人所制定的法则,这是地球母亲的星球,除了地球母亲之外,没有人能拥有这个星球,所有这些光之集体都知道这个真理,他们看到了你们是安全的,他们看到了地球母亲在满足她的愿望并真切地获得她的要求的满足。 地球母亲日复一日地与这位管道会面,他们现在正在谈话,因为在她为你们传达这则信息的同时,他们正在第五维度中进行交流,今天,她非常坚决地通过这位管道到达天使高级王国,这个行星和层面上不允许有黑暗的存在。 她想要把所有的女巫师,男巫师,人类形态的邪恶存有,爬行族,所有地下世界以及所有负面外星人都赶走。 她极力要求这么做,因为她已经厌倦了这些黑暗的统治了,她想看到所有人都受到保护和安全,她还制定了许多自己的法则和法规,她对自己想要的东西非常坚定和严格。 我们在光之高级集体和天使王国中,我们切实在尽力为她提供她想要的东西,因为她经历了很多事情,并且花了60多年的时间才能真正实现这种养生。 因此,我们会尽力为她提供帮助,这位管道是她与天使高级王国、银河社区、天使社区、地球母亲之间的桥梁,也是她与你们全体人类之间的桥梁。 因此,她最近做了很多工作,这些工作是为了清除黑暗存有,和让你们所有人的扬生道路更轻松而做的。 她发送了更多的真理能量,持续了一周,她为你们所有人,为你们所有人的爱,为较准的爱发送白光,以释放所有的负面能量。 愤怒、恐惧和所有这些正在爆发的事情,她也为所有不同的王国发送白光。 你们都在扬生,有着很多能量要被净化,这样她也会受到帮助。 我们希望为大家讲一些背景故事,我们想说一下你们在扬生方面做得有多么出色。 我们想让你们知道,在接下来的这几个月还会有些困难,因为真相即将大白,因为你们的星球和层面上有很多欺诈,但我们会与你们同在,我们发送给你们如此之多的爱与光。 你们有数以百万计的天使,你们有数以百万计的光之高级意会存有,我们会把他们称为光之银河存有。 园中的很多人的银河家庭已经离你们非常近了,当你们进入第五维度时,这个领域会逐渐降落,几乎可以相遇,你们会很接近他们,但你们会获得很多帮助,你们涌现了那么多的爱,你们要乘风破浪,而这是我们正在实施的三维议程的一部分。 你们必须保持冷静,并且必须知晓你们所有人都在扬生。 你们必须知晓别无他法,不是你们的每一个得到帮助的人,不是每一个正在扬生的人都会迈向第五维度。 你们拥有一个天使家庭,或者说,你们拥有向导和天使,又或者说,你们拥有一个银河家庭。 他们现在为了你们来到这里,他们在看台上为你们加油助威。 我们需要把这则信息传达给所有人,让你们知道你们拥有着多少爱,我们正在向你们发送着多少爱,在你们星球上的目前这条崎岖不平的道路上有多少事情正在被解决。 我们在你们的转角处,我们所有人都在你们的转角处。 我们看到了摆在你们面前的事情,我们看到你们失去工作的艰难,因为你们被压制了,资金紧缺。 这个星球上充满悲伤和痛苦,以及许多你们不知道该怎么办的事情。 你们有我们,我们支持着你们,我们与你们同在,我们向你们发送如此多的爱和如此多的光。 知晓黑暗正在离开你们的星球和层面,你们在扬生,你们是光的美丽孩子。 你们来到这里体验这种扬生,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帮助地球母亲,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成为人类集体的更大组成部分,以帮助那些也需要扬生的人。 你们来到这里是为了确保人类能向前进,你们中的许多人来自其他行星,星系和恒星国家已成为这一旅程的一部分。 这是一段通往爱的旅程,这是一段回到你们的内心的旅程,这是一段通往最终和平,人人享有公平与团结的旅程。 请牢记在心,这段旅程会有些曲折,不只是直到12月底都是崎岖的,而且直到1月底和2月头也还会是非常崎岖,有着很多动荡的能量被拉向地表,以供你们观察。 我们在这里,我们与你们同在,这则信息是给我们所有人传递给你们所有人的,我们非常爱你们,我们支持着你们。 我知道这很可怕,我们在情感上为你们提供支持,并且评级我们的心知中心,我们为你们服务住,我们一直都为你们服务住,并在未来的很多年内也将继续服务住。 我们对外星人联系感到很兴奋,要知晓你们正在经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事情,你们正在经历扬生,经历了一条崎岖不平的道路,那是动荡的。 知晓所有人都会变得闪闪发光,你们会与你们更高的力量对齐,你们会知晓自己真正之所事,知晓自己对内心所做的一切。 最终,你们会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中,这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黑暗将不再与你们同在。 因此,在我阿斯塔的这则来自整个天使王国和所有王国,光之迎合王国的信息中,你们会明白,我们爱你们,我们就在你们的转角处,你们在扬声,你们在迅速地扬声。 我们与你们同在,我们也为你们所有人提供着空间,我们保持着空间,我们正在为你们所有人的提升提供着光的空间,我们也正在与地球母亲以及与这位管道一起合作帮助她疗愈。 我们爱你们,我们向你们发送如此的爱,向你们发送如此多的光和祝福。 我们发送如此多的光和祝福。